她是TVB御用垃圾婆,一生演丑角,却有着最美的新78岁的她建了一间小学,甚至计划把身家都卷了。 相信大家对TVB的一些甘草绿叶角色不陌生,他们一生奉献给演艺圈却少被观众记住他们的名字。 对于丑角,香港演艺圈有句话叫做男友八两斤,女友于慕莲,她的面孔相信喜爱看纲剧的观众都很熟悉,于慕莲,于毛姐,是香港演艺界知名的丑女,演的都是些杂七杂八的小角色,是个妥妥的万年绿叶。 在TVB的剧里,于慕莲时尝试演一些清洁工人,也被人称是垃圾婆,但于慕莲也和不少大牌演员有过精彩合作,像与刘德华合作的金庄追女子2,和新爷合作的整股专家等。 于慕莲,于慕莲,于慕莲入行60年,将人生奉献了演艺事业,也从不介意严丑角,甚得圈中人敬佩。 于毛姐从不奢望当女主角,更指自己是于毛,瞎毛,于慕莲更曾对人说过,我喜欢表演,什么角色也要有人做,是不是? 可是她却从来都没有谈过恋爱,童年时的父母离异,让她患上了男人恐惧症,一个曾给他人带来那么多欢乐的人,自己的人生却是这样,实在令人遗憾。 如今的于慕莲也已经退休了,于慕莲闲时会与友人到罗湖唱乐区,有时又会去游泳,更经常做慈善工作,帮助有需要的人。 如今她把退休金用在贵州山区借起了希望小学,于慕莲曾说,我又不贪钱,又不是没钱,够生活就行了,关键是要开心。 于慕莲莲最大的遗憾就是读书少,如今这座希望小学一年一年,在帮助着越来越多的孩子,看着这些孩子的笑容,于慕莲的遗憾也算是弥补上了。 她甚至计划在自己两脚一身后把所有财产捐给慈善机构。 于慕莲莲精神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,让他人明白不要只顾自己开心,更要汇集别人。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于慕莲的事迹,给他一份分享一份赞。 请不吝点赞。